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老师的力气必须要是非常非常的大哦 有的时候呢 老师为了跟小朋友一起演话剧 他会扮成大野狼哦 你看看 这个呢就是话剧里头的大野狼 是老师扮成的 当然 老师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客人哦 比如说小孩在玩半家加酒的时候呢 老师呢就当成是客人跟小朋友一起玩 另外 老师是一位护士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受伤 这一时候呢 老师就会像是一个护士一样的照顾你 你看 有东西跑到眼睛里了 老师就会帮我擦干净呢 不管你的老师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是非常非常温柔地对待你 当你抱着他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相当相当的温暖 所以你的老师也许是一位妈妈 也许是一位爸爸 但不管如何 他对待学生都是非常非常地温柔 细心及照顾 老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像是一个小孩子呢 跟你们玩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老师其实就是个孩子 你的老师像什么呢 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呢 老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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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eacher Ping Rao Chinese comprehension is all about catching a main idea The English version provides you the main idea about the story Teachers Teachers play different roles Sometimes teachers are like horses because they let kids ride on their backs for fun Teachers will be it when playing hide and seek with the kids Once in a while teachers will be like a sumo wrestler because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hold kids on their shoulders or play sumo games with kids Teacher could also play a wolf in the Red Riding Hood story Sometimes teachers are like guests because they have a playhouse with kids More importantly teachers are like nurses who take care of kids when they get hurt at school No matter who your teachers may be teachers are always kind and nice to you You can feel the warmth when you hug them In fact teachers sometimes are just like kids You know it when you play with your teachers Why roles do your teachers play? Teachers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gain 大家好 你觉得学校的老师像什么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 老师变变变 你们知道吗? 老师有的时候像是一匹马哟 你看 幼儿园的老师们呢 有的时候会当成马 让小孩骑在他的背上 是不是像匹马呢? 另外老师有的时候会变成魔鬼哦 因为呢 和小孩在玩捉迷藏的时候呢 老师有的时候会扮成魔鬼 来捉大家哟 老师有的时候也像是一个相铺大力士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呢 要跟小孩玩相铺的游戏 要把小孩能够有力气地抓起来 有的时候呢 又得把孩子扛在自个儿的肩膀上 所以老师的力气必须要是非常非常的大哦 有的时候呢 老师为了跟小朋友一起演话剧 他会扮成大野狼哦 你看看 这个呢就是话剧里头的大野狼 是老师扮成的 当然老师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客人哦 比如说小孩在玩伴家家酒的时候呢 老师呢就当成是客人 跟小朋友一起玩 另外老师是一位护士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受伤 这个时候呢 老师就会像是一个护士一样地照顾你 你看有东西跑到眼睛里了 老师就会帮我擦干净呢 不管你的老师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都是非常非常温柔地对待你 当你抱着他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相当相当的温暖 所以你的老师也许是一位妈妈 也许是一位爸爸 但不管如何 他对待学生都是非常非常地温柔细心及照顾 老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像是一个小孩子呢 跟你们玩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老师其实就是个孩子 你的老师像什么呢? 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呢? 老师变变变